家宴上 我哥带了新女朋友回来 他温柔地和我打招呼 还亲切地叫我妹妹 我当众笑出了声 妹妹 你以前好像都是叫我小见货呀 曾经霸凌我整整一年 如今见面 怎么能认不出我们呢 我可是一直都在找你啊 林婉 一年一次在家族宴会上 我哥把新女朋友带了回来 我下楼的时候 他正和我爸妈 舒沈说话 温柔乖巧 李叔周到 哄得我爸妈舒沈细笑连连 我靠着楼梯扶手 静静看着他 林婉 好久不见啊 当年带头霸凌孤立我整整一年 我可是一直都在想念寻找你呢 妍妍来了 快来打个招呼 不管你现在处境有多差 能刷到这个视频 说明你要上岸了 留下一句话并带了一下自己 好运即将到来 沈沈扫到楼梯上的我 赶忙招呼我下去 林婉也顺地看过来 有些疑惑地皱了皱眉 随后轻轻摇摇头 对着我笑起来 没认出我呀 真是他让我伤心了 我可是一眼就认出你了呀 林婉 我走到餐桌前 刘姨立即拉抬椅子 给我放上新的碗筷 倒上酒 妍妍 这是林婉 我女朋友 我哥隔着林婉 向我正式介绍 我晃了晃酒杯 侧脸看向坐在我身旁 一脸娇羞的女人 恰好她也正看过来 视线相撞肩 她亲切地喊了声 妍妍妹妹 你好妹妹 我停了晃酒的手 笑出了声 妹妹 你以前好像都是叫我小见货呀 我的话一出 原本和谐的气氛 瞬间降到冰点 我爸妈 书神脸色沙变 全都定向林婉 林婉手中的刀叉 哐当一声 掉落在地 脸色煞白 沈妍 你说什么呢 我哥拍桌起身 怒气冲冲地指着我 环视一圈 看着他们各异的表情 我拍了拍林婉僵硬的肩 笑得眯了眼 不好意思 我最近在倒一部 关于霸凌暴力的电影 刚刚就是灵感来了 想试试这样拍的效果 我的笑声 让在场人的脸色都缓和起来 林婉也附和着敷衍地笑了几下 我哥刚想开口 被我爸硬生打断 胡闹 搞艺术 把自己都搞疯了 小婉 别理他 吃饭 我不在意的怂怂间 对着我哥挑了挑眉 林婉强行让自己回了神 善解人意的连连说没事 实在不好意思 我敬你一杯 晚晚 欢迎你来 我去寄酒杯 低谋扫了一眼 你没酒了 我给你倒 不等林婉和我哥开口 我拿过桌上的红酒 就往林婉的杯子倒 刘一正巧在我身后不菜 不小心撞到我 我手一偏 红酒倒到了林婉的白裙子上 红得格外扎眼 啊 林婉惊叫着站起来 张着嘴就要骂人 硬生生忍下了 沈妍 你要干嘛 我哥直接推了椅子 走到我面前 将我提了起来 干什么呢 我爸大手一拍桌 发出惊响 带了怒气 我哥咬着后槽牙 甩开了我的手 对不起 对不起 是我不小心撞到小姐了 刘一站在一旁道歉 不好意思 晚晚 我带你去我房间换衣服吧 我的衣服你应该能穿 有新的 我揉了揉有些红的手腕 笑容衣就不改 仿佛一切与我无关 林婉盯盯着我几秒 点了点头 房间内 林婉换上我新买不久的衣服 照着镜子 摸着面料 很是满意 喜欢吗 我坐在沙发上 低声问 林婉转过身 笑颖颖颖的点头 谢谢你 炎炎 我勾着嘴角 走到另一个上锁的柜子前 与其带着蛊惑 不客气 这个柜子里 还有很多新衣服 你看看有喜欢的吗 直接拿走就行 真的吗 这不好吧 林婉声音扬了几度 随即又立马克制住 我瞧着她兴奋的神色 开完锁 摊开手示意她自己打开 林婉几乎没有犹豫的打开了柜子 没有她想象中滑贵的衣服 只有两件校服 寒酸的挂着 一件沾了血迹 因多年未洗 鲜红的血干涸成了深褐色 一件被剪烂了 从胸口处被剪开 我站到她身后 仿佛痴妹一般 悠悠道 你觉得这两件衣服怎么样 晚晚林婉僵硬的转过头 黑漆漆的毛子 没有一点光彩 我指着那件有血迹的衣服 像是在介绍一件满意的作品 这件衣服的血 是在放杂物的教室里 被人用皮带一下一下抽出来 林婉不知是被我吓到 还是想起了什么 脚步亮相的想往后退 被我抵住了 我指向另外一件被剪烂的相符 继续开口 这件事 因为隐身发育的太好 被人当那几个男生的面 用剪刀剪烂的 理由是想看看真假 还没等我说完 小奖的吸引导演 别说林婉认不出我 连我都经常认不出自己 林婉抬起头 瞳孔紧缩 似是还在惊吓中 我蹲下身 替林婉里的里耳边掉落的头发 动作体贴 不好意思 我又吓到你了 这是我为了心系灵感做的道具 刚刚说的那些也是剧本之一 你感觉怎么样 晚晚 这么拍出来卖不卖座 林婉咽了咽口水 盯着我几秒 发现我并没有什么异样 喘得气 扯出一个笑 炎炎的电影 向来都是卖座的 这是第一次听到这么暴力的场景 我是真的被吓倒了 我垂眼 瞧着那坐在地上 捂着胸口 柔弱娇的那人 生生将小妖掐断 她喉咙的冲动压制下来 伸手扶起她 刚扶着她站稳 衣帽间的门就被敲响了 小婉 换好了吗 爸妈还在楼下等着呢 我哥略微催促的话 透过门传进室内 一下一下的敲门声 仿佛是催命的丧钟 惊得林婉身体又缩了缩 婉婉 我哥好像挺喜欢你的 她来不需要多久 你就要成为我嫂子了 我的话充满着蛊惑 林婉眼神里冒出亮光 仿佛已经看到了之后的 豪门妇态生活 多么美丽梦啊 在我哥准备再次敲门时 我打开了门 把林婉交给了她 没事吧 我哥音凑凑地扫我一眼 扶住林婉肩头 轻声询问 林婉摇了摇头 扯出一抹笑 没事 就是妍妍和我讨论了 底下她心细的灵感 我哥上前低头凑近我 压声音 沈妍 不该说的别说 嘴巴紧歇 我歪过头 只笑不语 不该说的 是指前些年 你用我养父母的安全 威逼我退出公司 让出骨粪的是吗 害怕你的心上人 知道你的丑恶嘴脸了 可惜啊 你的这位心上人 可比你丑恶多了 还真是垃圾分类 分到一块去了 松了松眉 我握住门把手 我还得换件衣服 你们先下去吧 在门关上的瞬间 我的身体仿佛被抽干一般 滑落在地 胸口不断起伏 大口大口喘得气 仿佛有无数声音 从那挂着校服的衣柜里传来 你说这皮带抽人 会不会流血呀 谁知道啊 试试呗 你说你这么胖 抽出来的会不会都是油啊 真恶心装满杂物的教室 被围着的女孩 双手被人摁住 皮带猛地抽在身上 一下又一下 堪比零尺一般 皮肉被抽开 血从疼痛中涌出 我猛地捂住耳朵 摇头想要摆脱脑海里的那些场景 感受到冷汗在背脊 额头散开 突然 画面一转 还是那间教室 女生心患的校服 被人用剪刀狠狠划开 她在反抗 却被人扇到在地 周围想起男男女女的调笑声 发育得真好啊 你天天吃的是饲料吗 哈哈 再剪多一点 这不够看啊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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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撑着地板吼出声 分不清是汗水还是泪水 从我脸颊滑落 冤在价格不菲的地毯上 这是我今年不消的梦演 也是我曾遭受的 两年霸凌生活的冰山一角 每当我看向镜子时 我总能看见17岁的自己 满脸绝望地求我救救她 拿着皮带和剪刀走向我的林婉 策划组织这一切的徐堂 我们终于重新见面了 平复完心神 换完衣服下楼时 叔叔沈身已经回去了 只剩我们一家人 小妍 坐过来 我有事和你说 我爸沉着声 转向我 我入了座 看向我爸 等着他的下文 你是不是有部电影在筹备 您不是从不过问 我工作的是吗 我反问道 我爸手指点了点桌 徐总让我卖他的人情 他有个女儿叫徐堂 也在娱乐圈 最近想转型 你之前的电影 不是都得了什么奖吗 这部新电影 让他也参与参与 行了 到时候我看看哪个角色适合他 我怂怂间 装出一副无所谓的模样 什么角色呀 你是听不懂我的意思吗 人家都说到这个份上了 要的就是女主角的位置 我爸显然 对我的回答不满意 语气加重了几分 我靠向椅背 盯着我爸没回答 虽然迫不及待的想答应 可该装的样子还是得装 那个 妍妍对自己的作品 一向都很有自己的想法 她要是不愿意 就别逼她了 我妈拍上我爸的手臂 朝我安慰的眨眨眼 你以为这是小孩过家家呀 她不愿意就行了 这是她一个人的事吗 这关乎到我们和徐家之后合作的事 好了 我们的事 你就别对妈嚷嚷了 不就是个女主角吗 让她来 我洋装不爽到 我爸见我答应 怒气消了大半 冷冷一哼 随后又看下一旁的林婉 对了 给小婉姨安排个角色吧 记得安排个有分量点的角色 我看你儿子不错 我搁接着搭枪 对着林婉眨眨眼 看来早就和我爸打了招呼啊 在这等着我呢 林婉嘴上虽说着不好意思 可眼睛里却是藏不住的兴奋 我将她们的神情一一记下 内心冷笑 来吧 都来吧 狗咬狗才是最好玩的 我仰头喝下杯中酒 点了头 盯着盘里肥美的牛肉 手指有一搭没一搭地敲着桌面 放心 我一定会尽我的全部才华 用这部电影 送你们坐上宝座 让你们在最风光 最幸福的时候 跌进泥潭 跌进地狱 徐棠 林婉 还有我的好哥哥沈舟 电影开拍这天 我见到了徐棠 美丽的 明媚的 让人很难将霸凌 暴力这些可怕的字眼 与他挂上钩 神道 初次见面 还请多多指教 徐棠微笑地伸出手 他和林婉一样 都没有认出我 又或许 他们早已经把那些 被他们欺负过的人都忘了 我压制着内心 想要撕下他这层人皮的冲动 勾了勾嘴角 握上他的手 客气 互相学习 对了 神道 你应该知道了吧 我需要这个电影转型 还麻烦神道用心了 毕竟咱们两家以后 也会是合作关系呢 徐棠压低了声音 回过我的手 将我带得近些 随时笑着 我却在这张笑脸里 看到了恐怖的獠牙 我抬了抬眼 盯着他 凑得更加紧密 当然 我会尽我全部的力 送你一场最荒诞可怖的恶恶 得到想要的答案 或是确认了我是自己人 徐棠松开了手 眼睛弯得很甜 神道 我想 我们或许可以成为很好的朋友呢 身份地位都匹配的朋友 我侧开眼 不答他的话 余光瞟到一个走近的身影 装死不经意的开口 对了 这次的女儿是我哥的女朋友 林婉 你们有很多对手戏 一会儿给你们互相介绍 你们好像还是一个高中的 林婉 徐棠重复着这个名字 眯着眼响了一会儿 似是想到什么搞笑的事 恶出了声 神道 你哥不会被骗了吧 我露出一副不解的神情 你们认识 徐棠的撇嘴 那是一种酒居上位的人轻蔑的神情 仿佛提起的是一个恶心的垃圾 我怎么可能认识那种人 听说过而已 他父母都是赌徒 酒鬼 这样家庭出来的人 我怎么会去认识 提携我都嫌脏 话刚落 感受到身旁有阴影头来 徐棠直了嘴 眼神扫过去 发现来人是自己正在挖苦的对象时 不仅没有一丝尴尬 反而故意挑起眉毛 歪着头上下打量林婉 好久不见啊 林婉 这次穿的是真货呢 哈哈 恶劣的 高高在上的 言语像一把刀子 狠狠捅进了林婉的自尊里 我看着林婉紧紧攥着的手 和逼着自己直起来的背脊 心下冷笑 虚荣的人 最害怕的不过是被人揭开遮羞布 同理 最恨的也是揭开的女人 你 林婉用力呼着气 嘴唇也止不住的抖动 徐棠根本不将他放在眼里 自顾自的整理着衣服 然后笑着丢下一句 神道 我先去准备了 便潇洒离开了 你们 真的认识 我上前 拍了拍林婉的肩 林婉仰着头 将胸口那股气压下去 阴侧侧的开口 认识 以前我还帮过他 不少忙呢 阴刚落 四十查觉自己说错了话 立马换了神情 笑着怂了怂肩 炎炎 没事 别太把那些话放在心上 却准备把 我语气温柔 林婉转身离开后 我盯着她的背影 脸上的笑逐渐消失 只剩阴冷的恨意 电影开拍得很顺利 只是渐渐的 剧组里开始涌起一股 夸林婉的风潮 不少人名理案例 夸林婉演得好 也有人私下打趣 让林婉当女主角 似乎也不错 我听着这些被我受益传出去的话 再看徐棠越发难看的脸色 决定再添一把火 没过几天 一组关于林婉的路透 照上热搜 评论都是在夸这位 初次露面的新人 也有不少人拿徐棠和他对比 这眼神满满都是戏啊 徐棠明显被比下去了 我听说徐棠这个女主角 好像是脱关系了的 本应该是林婉当女主的 她好像还是飞科班吧 简直老天爷赏饭吃 真有人觉得 徐棠比她好看嘛 不懂 比较越演越烈 戏还没拍完 徐棠就被说了一无是处了 我滑动在屏幕上 一条又一条的评论 笑着吸了瓶 徐棠最是心高其傲 如今被自己瞧不上的人 踩在脚下 这是肯定过不去 林婉则还沉浸在 自己火了的兴奋里 享受着身边人的殷勤 对上徐棠也毫不掩饰 自己的得意 不过他还没得意多久 就在一场吊威亚的戏中 摔了下来 断了腿 威亚断裂得太突然 所有人都没反应过来的瞬间 林婉就摔了下来 还好 没有声的太高 没有生命危险 只是腿骨折了 被送进医院 怎么可能 我明明检查过的 没有问题啊 负责人跟在我身后 声音颤抖 我瞧着手术室的门 没说话 检查的时候当然是没有问题 但后来有没有人做手脚 谁又知道呢 看来 这场狗咬狗的戏终于要开场了 还没等我高兴两秒 我的衣领被人猛然拽起 沈妍 你最好给我一个解释 我哥轻轻崩起 怒气冲冲的脸 在我眼前无限放大 这位先生 目前的原因我们还在检查 这也是沈导不愿意看到的 你先冷静一下 周围人上来拉着他的手 将他和我分开 沈导 场面刚控制住 负责人就凑上前 叫了我一声 神色凝重 我扫过还在气头上的沈舟 对负责人示意 直接说就是 断了那根微压 是人尾的 不是意外 负责人声音自大 但在场的每个人都能听得很清楚 沈舟扯了扯领带盯着我 应狠道 沈妍 你最好能查清楚 我自然会查 不过我建议你 还是好好问问 戏是没办法再拍了 林婉醒来后 在我哥怀里哭得撕心裂肺 我瞧着他那模样 只觉好笑 被人夺走自己拥有的幸福的滋味如何呀 林婉 被人伤害自己身体的痛苦又如何呀 林婉 恨吗 疼吗 这还远远不够呢 刚从医院回去组 徐唐便凑上来 一 脸关心的问 沈导 林婉怎么样了 刚刚真是把我也吓到了 我对着他这副模样 回得极为认真 断了腿 三个月不能去练运动 戏应该拍不了了 那还真是 可惜呀 徐唐拍了拍胸口 装死惋惜 不过 负责人已经检查出 威亚断裂是人为造成的 目前正在查 这可不算小事啊 我说得极慢 每一个字都牢牢锁着徐唐的表情 徐唐听着 神情却没有丝毫变化 仿佛真的跟他毫无关系 是吗 那真是太可恨了 沈导 一定要查出来呀 真是天生的坏种了 不过 还没等我继续往下查 我便接到一个不速之客的电话 神道 你好 我是赵金远 电话里传来低沉的男生 赵金远 徐家大女儿的丈夫 徐唐的姐夫 也是这次的最大投资人 据说 目前徐家的大部分家产 都是他在处理 深得徐家二老的器重 你好 赵总 有事吗 我靠着以备 故意问你疑惑 神道 既然女儿出了问题 那就应该尽快换人 不要耽误进度 你觉得呢 看似询问 实则命令 这是自然 目前已经在接触新演员 我顺着她的话回道 本来这部戏让林婉进来 也是为了挑起她和徐唐的矛盾 还有 神道 一个微压意外 我想不用这么认真吧 赵金远特意将意外二字说得额外重 明显有警告之意 赵总的意思是 我故作疑惑 明天关于这件事的报道 全都会被压下来 一件小事而已 既然没出人命 过去就过去了 正是要紧 不是吗 神道 你是个聪明人 两句话直接倒明了意思 明的警告 我再装听不懂就没意思了 我握着手机 无声笑了笑 开口 我知道了 赵总 这些人还真是一点都没变啊 在他们眼里 罪恶永远都是可以被掩盖的 按照答应赵金远的 被压的时候 我没有再查下去 我哥一直没等到我的回复 直接一通电话 把我叫到了医院 你什么意思 沈妍刚推开病房门 我哥的怒骂 便劈头而下 这几天 我故意没联系他 就是要让他耐心耗尽 这样 我接下来说的话 他才会格外愤怒 我查了 我对着满脸委屈的林婉他们手 是谁 林婉眼里涌出泪 有些阴狠地问 不知道 查到一半 赵金远给我打电话 让我别查了 当意外处理 我耸了耸肩 一副无可奈何的模样 我哥听了这个名字皱了眉 徐堂姐夫 我点点头 林婉听到徐堂的名字 有些激动地坐起来 愤恨倒 肯定是徐堂弄的 我之前就怀疑他 现在他姐夫出来不让查 肯定就是他 瞧着病房内的两人 不思无意倒 对了 他还提醒我 赶快换人 别耽误进度 晚晚 抱歉了 这部戏你可能拍不了了 你刚刚体会到的明星梦 碎了 听着这个消息 林婉的尖一下 垮了下去 不甘心的眼泪涌了出来 阳光透过窗户 罩在他脸上 一暗交替 晦暗不明 沈舟心疼都不行 搂住林婉 替他睡着气 没事没事 咱们以后还能拍戏 有我呢 这话看似是安慰 实则就是在告诉林婉 这是翻篇了 不要再久了不放了 毕竟 我哥安慰了一阵后 便去公司了 并防只剩我和林婉 林婉用手机 刷着赵金远的身份信息 手上的力道逐渐加重 这戒指 我错了脑袋上去 盯着赵金远和他妻子徐一的合照 发出了疑惑的低难 怎么了 林婉见我眼神 看向徐一的戒指 眼神亮了几分 我挠了挠下巴 摇了摇头 应该是我看错了 这个戒指 我在徐堂那好像也看到过 林婉振了几秒 愣愣道 这可是赵金远和徐一的婚戒 所以我说 我肯定是看错了 可能就是款式有些相似 徐堂怎么会有赵金远的婚戒呢 我连连摆手 眼神却一直落在林婉脸上 果然 他被我的话影响到 不再回我 转过身 盯着照片 一脸沉思 林婉 这可是我送给你的报复礼物 可千万不要让我失望啊 自从在医院和林婉说了那些话之后 他便一反常态的平静 剧组的戏也拍得格外顺利 顺利杀青 进入剪辑送审 徐堂的公司也开始为他预热宣传 微压的是再没人提及 仿佛从来没发生过一样 所有人好像都回到了自己的生活状态 可我知道 有人只是在等一个时机 电影上映那天 热度一路攀升 连这几天挂上热搜 剧情 演员 全都获得了空前的关注 徐堂也从最开始的不被看好 到现在的亲一色好评 代言 盛典 奖项 通通开始有他的名字 一时之间 风光无两 徐堂设的宴便是在他最得意时开办 办得格外好话生意 我和我哥 还有林婉一同去了 神道 以后多多合作 徐堂端着酒 轻轻和我碰杯 很是高兴 我笑着回碰了一下 仰头喝下 徐堂扫了眼我身旁的沈舟和林婉 竟是连招呼都懒得打 直接掠过走向别人了 酒过三巡 在场人都有些微醺 我瞧着走出去的林婉和徐堂 也悄悄跟了上去 听说你进了新剧组 怎么 腿好了 徐堂话语里尽是嚣张 徐堂 悲哑的事是不是你干的 你还真是和以前一样啊 林婉说的有些咬牙切齿 说话是要讲证据的 以前 我以前什么样啊 徐堂颇不屑的冷哼了两声 你以前干的好事可真是不少啊 你不会都忘了吧 你当初 当初 我可记得你当初每次都是冲在最前面 下手最狠啊 只可惜当时没有留下证据 不然 我肯定会给沈舟好好看看 徐堂打断了林婉的话 脱长尾音 极尽的冷嘲热讽 你 林婉被戳中软肋 半天说不出一句话 林婉 当初要不是你像只哈巴狗一样 对我咬尾巴 那些人里就会有你一个 徐婉踩着高跟鞋逼近林婉 发出恶魔般的低语 一个下贱的玩意儿 趴得高支 就觉得自己能飞天了 敢把自己抬到我一样的位置 这次是腿 下次可能就是你最宝贝的这张脸了 我听说 你进去组了 以后啊 见了我 道道走 林婉被吓退了几步 久久没有声音 等到徐堂转身离开了 他才悠悠开口 徐堂 你这次转型成功 我可是为你准备了大礼 希望你喜欢庄园外的角落 因他们二人的离开 重新回归寂静 我抬眼看沉沉夜色 仿佛也从中窥到一丝光亮 徐堂生日宴第二天清早 关于他的两条新闻 冲到了热搜第一第二 词条后面 仅仅跟了一个报纸 锦号当红女星徐堂 竟和自己姐夫纠缠不期 锦号锦号 徐堂山姐姐耳光 锦号点开词条 满满的九张照片 跳入眼帘 徐堂和赵金远的秘密约会照 徐堂和徐一一模一样的 同款婚戒 徐堂在角落山 徐一耳光的照片 每一张照片 都牢牢地把徐堂和赵金远 摁进了污水里 事件越演越烈 徐堂从前段时间的众星捧月 一下成了阴沟里的老鼠 人人都要骂上几句 赵金远的处境也没好到哪去 徐家二老的幕府 公司的流言蜚语 正在洽谈的合作告吹 我躺在房间里 刷着相关热搜 徐堂 现在的你该是什么心情呢 拥有一切后 又失去一切 从神坛到地狱 从美临到骂名 这一次 你又该怎么遮掩你的罪恶呢 眼珠转了转 拨通了一个电话 喂 徐晗 报个忙 有事快说 有屁快放电话里 传来爽老闻女生 徐晗 唯一一个愿意陪我 会晤拳头出击的好友 当年他和私生子争公司 我帮了他 这份交情便就结下了 你认识的那些品牌负责人 是不是有几个 正在接触徐堂 我开口问道 是啊 不过徐堂线下出了这档子是 别说新品牌了 他现在签的这些都要赔不少呢 许晗提到徐堂 也是满满的笔事 那你帮我把正在接触的这几个牌子 找给林婉可以吗 顺便把林婉接触他们的消息放出去 我把玩着手中的笔 眼神锐利 你这是不想让林婉躲在后面啊 徐堂不会放过他的 许晗轻笑了一下 继续开口 林婉要是知道 连他和你哥的见面 都是你一手策划的 就为了今天 他估计毁了肠子都轻了吧 削开别人皮肉的人 总要付出相应的代价呀 我说完最后一句 便挂了电话 徐堂 我很好奇 你知道林婉出卖了你 你会怎样报复他呢 自从那次破天在地的热搜后 徐堂不仅赔了一大笔的约金 还搭上后续的演艺视影 徐堂 宴请都已经发出去了 两日后就要订婚了 我感觉还像做梦一样 林婉红嫩的嘴角翘起一个弧度 又喜又秀 以后我们就是一家人了 我妈慈爱的目光投向她 拍了拍她的手 我割楼紧了她的肩 很是珍惜 我坐在不远处看着这一切 撇过许晗发来的消息 小妍 我听人说 徐堂把家里砸得稀巴烂 还指着她姐鼻子好一顿骂 疯疯癫癫的 对了 林婉好像还见过她 聊了什么不知道 但徐堂回去 就像疯了一样 林婉还能和徐堂聊什么呢 无非就是把徐堂 曾经对她说的话 还回去而已 炎炎 你快来帮我万把把关 我妈招呼着我 我起身走到林婉跟前 真幸福啊 名声 金钱 哎 全都有了呀 林婉 真好 这样打碎他们的时候 你才会特别特别痛苦吧 订婚宴这天 徐一和徐堂都来了 林婉瞧着面色憔悴的徐堂 挑着眉 一副胜利者的姿态 徐二小姐 这才多久没见 怎么说成这样啊 最近你应该休息时间挺多的呀 徐堂挑向林婉 音色色的笑了起来 很是圣人 林婉 定 婚 快 乐 明明很喜庆的四个字 硬生生被她说出了一股丧意 好了 今天是别人大喜的日子 我们先进去 徐一意拉住徐堂的衣袖 将它往里带 别碰我 你算什么东西 一个过也敢碰我 徐堂猛的一甩 面露争鸣 恨极了徐一的模样 徐一不再作声 随着徐堂一起进了大厅 一事开始 音乐响起 大屏幕随着音乐滚动 整个大厅如梦似幻 接下来 我们请 主持人话还没说完 徐堂便上了台 夺过了话筒 请林婉小姐最好的朋友徐堂 说两句 对吧 主持人也被这突然的状况弄得愣了一下 呆呆地点了头 林婉死死盯着徐堂 却又不敢在这个时候失态 徐堂测过脸 瞧了一眼林婉 笑了起来 我和林婉是高中同学 今天她订婚 我想过去阻止 却被我哥拉住了 他不想让林婉做出丢脸的举动 我想 如果我哥这是知道 优盘里的是什么 他应该会不惜一切阻止吧 徐堂 已经疯了 许晗在我耳边低声道 我盯着滚动的屏幕没有回答 不要 不要 女生绝望的哭喊声 从屏幕里传来 让在场所有人都一惊 我站在原地 感受到浑身血液 仿佛凝固了一般 视频里正在被剪赖衣服 被刹耳光的女生 正是17岁的我 而那个挥舞着剪刀 表情争瘾可怖的女生 正是17岁的林婉 我和17岁完全不像 可林婉却不是 不少人都已经认出了林婉 台下顿时议论纷纷 突然 我妈站了起来 走进屏幕 眼神狠狠盯着 仿佛要将她看进血肉里 炎炎 我妈控制不住落下泪来 带着哭腔的声音 飞进了在场宾客的耳朵里 请客间 大厅安静的诡异 所有人的目光都投向我 林婉亮腔着退了几步 眼里流出惊恐 原来 原来 是你 我知道 她值得是上次更衣时的事 原来那不是剧本 也不是道具 而是我复仇的体系 我哥机械地转过头 看向我 似是很难相信 我毁了她的婚礼 还毁了她爱的人 林婉 喜欢我的礼物吗 我可是找了好久 才找到这么一小段 早知道之前就多路点了 唯一没被影响的徐堂 脚步轻巧地走到了林婉的面前 林婉 你马上也要上热搜了呢 激不激动 林婉抬起头 盯着眼前毁掉她一切的始作俑者 眼眶发红 猛地伸出手 狠狠掐住了徐堂的脖子 都被你毁了 都被你毁了 两人摔倒在地 徐堂被掐得满脸通红 双脚不停地抽动 场面一下失控起来 林婉不知哪来的力气 好几个人都没能把她拉开 突然 一道淒厉的尖叫声 划破了这片混乱 啊 林婉捂着自己的脸 惊恐尖叫 雪 好多血 不知是谁喊了一嘴 众人这才发现 她的头竟是笑出了泪 活该啊 活该 林婉 我说了 下一次 毁的就是你的脸 林婉一边流泪 一边大喊 不知是因为伤疤 还是因为她的美梦成了泡影 救护车来了 救护车来了 医生冲进人群 替林婉简单止血后 便把人带上救护车 而徐堂也被进来的警察带走了 他们毁了 雪涵瞧着这场闹剧面无表情 毁了他们的 是他们自己 这场局里 他们曾经有无数次机会 得到另一个结局 只可惜 狼狈害怕地走在街上 差点就活不下去 被路过了她披上衣服的女生 原来是我 徐一姐 你自由了 我看着她真心地笑了 再我回沈家 知道徐一是徐堂的姐姐 却因为领养的身份 总是被徐堂欺负后 我便想着也要救她 徐一许是被我没头没脑的一句话弄迷糊了 反应过来后 抿着嘴摸上我的头 那你呢 自由了吗 或许吧 在某一天 我会得到真正的自由 刚到家 我哥变红了眼钉向我 声音沙哑 这一切是不是都是你干的 你是不是早就知道有视频 不知道 我冷冷开口 我确实不知道徐堂会有视频 关于徐堂的报复是什么 我也在猜测 我哥一个箭步冲过来 手高高扬起 又对着我的脸狠狠落下 却在半空被人拦住了 沈舟 你在干什么 我爸甩抬我哥的手 怒不可遏 都是他 全都是他 他毁了婉婉 也毁了我 我明明就要和他结婚了 他明明就要成为我的妻子了 如果没有他 我和婉婉原本可以幸福的 我哥指着我 生死力竭 啪 一切耳光 重重扇在了我哥的脸上 你的妹妹 被那个女人那样欺负侮辱 你现在竟然在替她指责你妹妹 你还有没有点人性 我妈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掉 这接二连三的变故 已经压垮了她的神经 我哥靠着墙滑落在地 也碰制不住地哭起来 哥 你痛苦吗 我站在原地冷静地出奇 我哥抬起眼 目光像锁命的恶魔般锁着我 我笑着叹了口气 当年你用我养父母的安全 逼着我退出公司的时候 我也很痛苦 我哥的脸色变了变 张了嘴就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 我顿了顿 继续开口 还有 我高中的时候 你明明最先找到我 知道我的身份 知道我正在遭遇的是 和你选择绣手旁观 我深吸了一口气 缓缓的 艰难地说出最后一句 你当时是不是想过 如果我撑不下去 死在了那场霸凌中 就好了 我哥瞳孔骤紧缩 像是内心最丑恶最阴暗的东西 被人窥视 被人摊在了阳光下 他的喉咙仿佛被人饿住一般 怎么也发不出声音 我爸和我妈皆是一阵 他们不敢相信 也无法相信 哥 真只有扎到自己身上 才会知道痛 这次就当生妹妹交给你的一堂课了 我歪了歪头 随后看向一旁的爸妈 爸 妈 我以后 还是想回到我养父母身边去 我们可能 没有做家人的缘分吧 炎炎 妈 过段时间 我会回来收拾行李 我打断了 我妈想要挽留的话 对着他和我爸深深举了一拱 转身离开了 来到警察局 见到了恢复清醒的徐堂 沈妍 没想到那个女生就是你啊 你爸妈呢 没来 我环顾了一下 开口问道 徐堂似是看透了 苦笑道 被放弃了 我皱了皱眉 徐堂打扔了我的表情 叹了口气后 又咯咯咯地笑了起来 我的父母啊 要的只是一个完美的女儿 我现在成了他们人生的污点 他们恨不得我立马消失呢 你知道我为什么总欺负徐义吗 徐堂像是终于找到了宣泄口一般 断断续续地和我讲起了故事 他是我出生之前 被我爸妈领养回来的 一会儿我妈以为 他不可能有自己的孩子了 所以极尽地培养他 他哪里都好 所以后来出生的我 就成了他的对比物 我只要做得不如他 我就会挨骂挨冷眼 我恨他 讨厌他 他是霸占了我家庭的入侵者 如果没有他 我不会过这种生活 还有赵金远 我一开始接近他 是为了报复我姐姐 可后来 我真的很喜欢他 虽然他是渣仔 我挺了身子 只是他 你在为你的懦弱和恶意找借口吗 造成这一切的 难道不是你的父母吗 你不敢找他们 却把怒气撒到徐医身上 他从来没有为难过你 甚至小心翼翼地讨好你 照顾你 不是吗 徐堂被戳中了心事 眼神闪烁 手指扣在一起 那你为什么要欺负我呢 我和你没有交集 我亲了亲身子 徐堂貌似被这个问题拦住了 望着天花板想了想 满脸无辜地倒 我忘了 可能就是那天心情不好吧 毫无歉意 愧疚的 让人血液皱冷的话 一句心情不好 变成了别人这辈子 难以摆脱的阴影 徐堂 谢谢你 真是让我一点愧疚都不会有 我对着他勾了勾嘴角 沈妍 你报复了我 可你毁了自己啊 那段视频里 你一不必体 在场那么多人 你该怎么办啊 徐堂恶劣地挑了挑眉 可是期待看到 我害怕的神色 我为什么要困扰该怎么办 该想怎么办呢 应该是你吧 我的脸上从容淡定 毫无据疑 该害怕的是你 而不是我 该受审判的也是你 而不是我 你说的那些 是你犯罪的证据 而我和我的身体 从来都是无罪的 所以 我为什么要担忧害怕呢 我在徐堂僵硬的脸色里 站起身 头也不回地离开了 徐堂作为电影女主角 出了这么大的事 作为导演 我和其他电影相关人员 召开了发布会 说明电影后续事宜 沈小姐 请问你对视频里 一不必体的自己怎么看 有没有想过后续的影响 一位记者站起来 声音红亮 眼里却是八卦的光 我扫过提问的记者 眼神坚定 一字一句 缓霸而有力量 也没有看见试报者的残忍 却只看见了我的一不必体 也没有看见我身体的微微伤痕 却只看见了我的一不必体 也没有问试报者 害不害怕后续的影响 反而来质问我 有没有想过后续影响 不等那位记者开口 我站起了身 拿起话筒 指示镜头 如果说后续影响 那我希望 我的视频 我的经历 能让大家在被人用身体 用视频威胁的时候 不要害怕 该被审判的是他们 而不是我们 话末 放下话筒 我盯着那位记者 坦诚的 勇敢的 直视着他 现场一片寂静 只有镜头在进行的实施之多 发布开完后 我便回到沈家 开始收拾行李 刘仪把我收好的行李箱 叫人一字提了出去 小姐啊 以后 还回来吗 刘仪有些局促地问出这句话 我笑着点了点头 转而挑到上锁的柜子 捶了眸 刘仪 能不能帮我找一个铁桶 我想烧些东西 刘仪虽是想问 最终还是没问出来 应声去准备了 院子里 我抱着两件校服 盯着铁桶里的火苗发起了呆 微风拂过 带起我的发丝 也带起火苗摇曳 校服刚进铁桶 火苗便前哭后继地拥了上去 发出痴痴的声音 炎炎 我妈从身后走出来 柔声换倒 她站在我身旁 与我一起看见校服 被一点点燃尽 妈 马上就要来了 属于我17岁之后 真正的春天 她又来了 应该不会再有痛苦了 全轮晚安